感恩菩萨 对 是的 他也有念经 我去年才学 我也告诉妈妈 妈妈在念经 生病了 他生病 不是太好 身上长东西 他在前一个月前 做了一个腰椎间投出手术 然后做完之后 好像还挺严重的 现在就是腿没办法走路 每天到了晚上就走 我告诉你 他的关节 骨头坐的这个地方 一个灵性一直在飞来飞去 跑来跑去 过去是吧 师父 对 而且还跑到他的齿骨 还跑到他的腰椎骨 还跑到他的关节 所以他这骨头关节都痛 对对对 现在没办法走路 我就跟你讲 全部都是他身上的 过去的海鲜 跳来跳去 他海鲜吃的少 就是以前吃了很多鸡一类的 农村的喂了很多鸡 养鸡是吧 师父 我们不是咱们养鸡 就是农村喂了很多鸡 师父还有我在前 可能前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我梦到我妈妈 不是 就好像有一盆什么像花 又不是花 一下子掉下来 一下子掉下来 我听了我妈妈的声音 我在喊她 她在说话 但又不是我妈妈 掉到一个坟墨下面 坟墨下面 然后我姐姐忙着去挖 挖到下面 全是老鼠 我一下子把我吓醒了 完了 大姐 这个大姐 妈妈几岁啊 一个大姐 我妈妈 七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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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七年的 师父 六十九了 十足六十九 去年龄七十 请问师父 我妈妈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非常麻烦 七百二十张 七百二十张 嗯 答案师父 好好念吧 如果你自己帮她念 就慢慢念慢慢念 只要天天念 菩萨就会保佑你 你如果天天帮你妈妈念 菩萨就 这个会保佑她 不会让她马上就走掉 嗯嗯嗯 就举个简单例子 你一直在还债 人家不会弄你的 等到你不还了 要债的人就把你弄掉了 听得懂吗 嗯嗯嗯 听懂啊 师父 感恩师父 妈妈她不认识字 读了一天两天学 她现在都会自己念小房子 谁说念的不多 一天 有时候念一道 有时候念两道 请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你告诉她 你告诉她 只要她坚持念 菩萨就会保佑她 而且叫她 需要保佑她 叫她赶紧多吃点钙片 好吧 她钙非常缺乏 还缺铁 而且她的肠胃 是的 肠胃也不好 是的 师父 她的吃东西老是气胀 胃肠胃不好 是的 师父 你要好好的 让她要消消这方面的业 明白吗 好的 感恩师父